气势辉煌神运流转 群神在行径中定格万千气象 飞舞飘逸满墙风动 历史在静默中诉说传奇过往 永乐宫地处晋 秦 玉三省交界的古河东大地瑞昌界 北一条山 南陵黄河 风景秀美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是一座极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 娱乐休闲 养生度假为一体的大型道教园林 创建于公元1247年至1368年间 是我国现存最早 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元代全真教祖庭 他的修建始于唐木 初建时为唐木著名道学家吕洞宾的加词 今代以词为贯 元代全真道盛行 随升贯为功 元太宗波阔台 施令建宫 名为大纯阳万寿宫 地处永乐镇 亦名永乐宫 这座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宫观 以精美绝伦的壁画艺术 福利藤皇的宫廷建筑 举世瞩目的搬迁工程 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 享誉华夏 名阳四海 1961年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 国家旅游局平定为4A级景区 2015年 又荣获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荣誉称号 永乐宫最为世人瞩目的 当属一千平米精美的元代壁画 由于三清殿的朝元图更是位以为壮观 整幅作品长近百米 高达五米 描绘了道教290位天神帝制 朝外最高尊神 原始天尊的盛大场景 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人物化 作品以青龙 白虎为先导 三十二天帝君为后卫 八位主神为统领 众神 君 手指护板 脚踩祥云 环绕祥锐 对列整齐 庄严肃穆 场面壮观 画中人物有作有力 有正有策 男女老幼 壮弱肥瘦 动静相参 疏密有致 变化中达到了统一 多样中求得了和谐 静中有动 体现出设计师高超的构图能力 壁画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最为成功的部分 290位人物 各个面形丰满 表情生动 各具特征 衣冠服饰均无一雷同 画家经过精心构思 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世间形象 帝王庄严肃穆 帝后雍容华贵 真人飘飘欲仙 武将须眉飞动 玉女风盈俊美 曲折地显示了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 不同气质 不同情思的各种人物 天鹏 天有 二十八星宿的形象 将人与动物特征结合 使人感到惊讶而又似曾相识 人物梅雨间的刻画传神生动 帝君浓眉大眼 圣母鹅眉凤眼 真人青眉秀眼 武将横眉怒眼 玉女柳眉杏眼 各个刻画细微 栩栩如生 画面分散使用石青 石绿 朱砂 褶石等颜色 用白色和单纯的三青四绿小块亮色间隔 使画面有活泼跳动的感觉 用粒粉贴金涂出人物衣袖 樱落 花垫 使人远看有势 进度则感受到线条和装饰的优美 堪称大规模的汉宫威仪展览 大组织的人物化汇集 三青殿壁画的线描是中国工笔人物化 发展到最高成就的代表 四百多平米的画面上 数百个人物 图案 器皿 以及飘动的云彩 都要用线条去表现 去组织和勾勒 难度很大 而三青殿壁画的线描造型手法 充分展现了传统线描的最高成就 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 每一笔勾勒都精细流畅 线条常有丈余 短部足寸 粗近厘米 细如发丝 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丈长的线条 长长搏见皆笔停顿的地方 运笔流畅自如 似一气呵成 可谓顶天立地 气贯长虹 每一笔线条都流畅飘逸 包含着生命感 流动感 那粗细均匀 长短适度 浓淡相宜的线条 将各种人物不同的性格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充分体现了中国画 以线为骨 以线壮物传神的独特之美 画师将真挚的情感 质朴的性格和美好的祝愿 融于笔中 描于化解 以流畅起伏 多姿多彩的线条 构成了这些 具有强烈动感 和生命活力的壁画作品 美术史学家王伯敏 在中国绘画史中指出 永乐宫壁画 是元代精彩的道教画 是国代道教绘画 发展到高水平的范例 也是东方十四世纪宗教画中 极为重要的作品 今天的永乐宫 承载着匠心营造的古建筑 传播着道统宗法的无量内涵 铺展着璀璨华夏的丹青长卷 必将成为国内外艺术大家 探寻历史 临摩壁画 艺术交流的圣地 它将成为海内外高道大德 和银黄子孙 寻根问祖的血脉之源 也将成为众多寻常百姓 修身养生 休闲度假的人间仙境 如此世间罕有的艺术真品 只有亲临感受方能无憾此生